这样吧 还是回到六大模块 我们先请段东 来告诉你什么是六大模块 六大模块 指的是六个专业方向 第一个是招聘 第二个是培训 第三个是绩效 第四个薪酬 他想起来了 继续说 还有两个你说 还有两个 你不是想起来了吗 考核还有那个考勤制度 你说到考勤去了 那是跟薪酬相关的 最小的 下面的那一部分 包含着行政方面 还有呢 还有那个最后是那个 写准计较 一把段总刚才说的 那前面四个重复一下 招聘 培训 然后那个 这就是特别典型 不做准备 就想说我想应聘人力资源 尤其这还是个 人力资源的基本模块 招聘 面试 你得把面试准备好呀 姑娘啊 你看你这一番回答 你最异象的企业 夸叉红了 怎么说呢 我学历确实不高 然后就是我想来学习一下 你要学习 你给我钱嘛 你给我钱我来教你 好不好 可以 可以 稍等啊 咱不回答他们的问题了 我跟你说 资深的人力专家更坏 净给你弄一些啊 一步一步的三级跳的挖坑体 其实啊 这子昆这孩子 确实刚才回答 人力资源相关的问题 答得不是很好 我知道就是 我不会专业术语 就是我可以用我的大白话 你懂 但是你说不出来 对对对 这个就是欠缺 对 所以说我这个 需要提升自己 我还得继续上学 如果说一个求职 他总是说我想去学习 然后前面是太多 后面全程都这样说 你们会给他机会吗 就如果正常的公司面试 说实话 我们不太会接受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的招聘流程 一般是这样的 先会电话沟通一次 如果电话沟通里头 他就一直在强调学习 其实对企业来说 真的是很有顾虑的 就是我用人还是希望 马上有所谓的基站理 哪怕你来 先是做一些助理港 你也得先表现说 你这个领域 是马上可以做一些事 明白 我觉得我会 为什么 因为他必定只是一个 实习岗 就是实习岗吧 你就不能对他的要求 特别高 也不能像一个 正式员工那样 去给他高要求 要求他马上就会有一个 成熟的结果产出 但是呢 这个姑娘就是 还是看态度 对 那如果说 她不是实义生 她是已经毕业 男儿毕业证了 然后呢 这样找一个全职的岗位 您怎么看 她只是说学习 那就特别危险